我们说圣徒如果有第一使命的话是什么呢 记得吗 大典神告诉我 圣徒有第一使命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进入福音当中 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在讲着福音的核心十字架 还有福音的本质 分享着这一主题的话语 本周呢 讲台话语 说丢失福本质就是丢失一切 哈纳教会的劝失在现场当中 愿你们能够成为恢复福音本质的主角 我们主的名祝愿各位 真的 现在教会都是在丢失着本质 但是哈纳教会因为这些劝失 所以在现场见证着福音是什么 通过福音的本质又在救活着很多的人 再次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能够成为被主所使用的门主角 我们看神的话语 我们看神的话语各罗西书 四章七到八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吉谷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指示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伐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阿们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祷告题目 愿我们的教会能够进入永远的应允之中 希望大家做此祷告 为此呢 我们现在 为这一部分准备周末三休日时代 还有三个院子这样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为此去做珍贵的祷告 现在 有很多教会跟我们教会是关联在一起的 也可以说他们是传到宣教的现场 特洁波罗派的教会 特洁波罗派的教会 还有高林派的教会 唯独福音哈纳教会 还有生命之全教会 愿他们同样能够在传到宣教的现场 享受珍贵的三个院语的祝福 在宣教的现场 有很多的宣教士 愿他们能够在各样的见面当中 闻到门徒与闻徒的加天 希望大家能够去祷告的就是 2月26日到3月5日为止 有孟加拉国这个国家的施工 这个地区有我们的一位长老在做着施工 然后还有一位宣教士在那里也做着施工 希望在孟加拉国这个国家的施工当中 我们能够进行Rament的教育 然后还有神学生的教育 种植者的教育 本次呢 有巴克雷姆斯还有伊密加传道士 从下周一到3月5日为止 然后要去孟加拉国进行施工 希望大家能够为此做集中的祷告 第三个要祷告的部分就是 我们教会当中在进行的各样训练 明天有专门领域当中要进行的支持训练 还有呢 有就是为我们学校进行的一个委员会 那么明天学校委员会要进行研讨会 以及专门的研讨会事工 在明天要去进行 希望大家为此而做祷告 下一周 周一到周三要进行中等部跟高中部的合宿训练 以我们教会的软门为中心 就是青少年2月26日到28日 要进行合宿训练 有一百名参加 希望大家能够为此做祷告 是我们教会的软门领域合宿训练 然后呢 还有幼稚园 幼年部 小学部 以及少年部 就是小学一年交通训练级的集中训练 是2月27日到2月29日 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合宿训练和集中训练 希望大家能够为此做祷告 以及下一周 有世界青年领袖大会 我们教会的青年部也会参加 3月1日 3月1日 周五在德平举行 希望他能够为此而祷告 小学一年交通训练的集中训练 小学一年交通训练级的集中训练 大概有100名参加 然后中等部和高中部呢 中等部和高中部是60名 希望大家能够为此做集中的祷告 现在还有就是跟我们教会关联的就是237幼儿园 然后呢 他们下一周要进行入园仪式 明天的时候有中南美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 就是我们的一位劝师会以就是毒品上瘾的人进行一个特讲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也为此而做一些珍贵的这个祷告 现在我们教会当中在做着医治这样的一个事工 以40日为这样的训练中心 会在每天去进行就是医治这样的部分 在教会前面那个楼里面 每一天会进行8到10名的程度 是每天在进行着40天的这种集中训练 结束第一次40日之后会进行第二次40日 然后第三次40日不断的这样的持续 有的人也在参加这个训练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训练 所以他们是每一天去听福音 虽然我们也要每一天去听福音 但是这些人是他们每一天都听福音 蒙到医治然后在这样的部分被引导 希望大家能够为此而去做珍贵的祷告 还有一个就是教会当中有面临各样困难的人 希望大家也为他们做祷告 愿他们能够成为拥有证据的 救护整个时代的证人被树立 希望大家要做这样珍贵的祷告 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今天我们确实出来唱了赞美 对吧 其实某一方面来说 明天我们说要进行这个 就是自体的一个研讨会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关联在一起去听 将来就是我们教会呢 每个月就是第一周主日结束之后的第二周主日 那么在这主日来前的周五的时候 我们会以我们叫的劝识和案例指示 以中心进行肢体的研讨会 我们的劝识还有案例指示 他们之前也进行过这样的研讨会 但是我们计划是在之后的 每一个月 也就是说每一个月的第二周的周五 他们是七点半聚在一起 然后二十分钟分享信息 然后十分钟的时候 确实跟指示们进行论坛 分享话语之后 然后马上进行周五祷告会这样的一个程序 现在各个区域的劝查会 从本周周一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2024年的第一奖 这年如此 今年呢 以每个区域的劝查会去为中心 要树立一个区域的长老 然后呢 那么这个长老要跟这个区域的劝识 一起去分享话语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正如如此 所以长老的这个训练也是 要去进行 第一周的时候要进行 确实跟案例指示 然后是在我们周五祷告会之前 七点半举行 然后第二周的时候是以长老为中心 也是在我们周五祷告会之前 要去进行 一个月要一次 为我们长老要另外去做 然后确实还有案例指示 分两个周期来跟他们进行训练 通过这样的训练呢 我们教会要整体看到 打造看到神做工的体系 题目是什么呢 在现场能够看到神做工的祝福体系 在现场能够看到神做工的祝福体系 这是题目 那么正如如此 我们要具备的这个体系叫做什么呢 眼睛看不到的组织 在现场能够看到的 做工神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多少程度的在现场 到底铺开了多少这样的体系 通过这样的体系 我们就必定会蒙到的现场 能够看到神做工的祝福 定义如此序论 首先我们要知道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这种组织体系 它到底多少程度的在现场铺垫开了 这个决定者是否复兴 但是重要的就是各位要明白的 实际上某一方面来说 如果这个做错的话 反而会让教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大家都物以类居 人以群居 然后自己好像相通啊 然后在现场打造自己喜欢的聚会啊 因为教会有很多这样的组织 所以教会变得让人更加喧嚣 很吵闹 是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但是有可能这个体系会变成 带来问题 正因如此 所以我们说什么呢 不是这样的层次 而是说真的能够救过人 眼睛看不见的这个体系 我们在现场到多少程度的去铺垫 这个决定者教会是否复兴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是自己喜欢的人 人以群居这样的形式聚在一起 不是说有的教会是这样的 国会议员很多 有的教会呢 就是演员很多 当然了有这样的教会 但是呢 他们聚在一起 他们只发自己的声音的时候 会怎么样 教会变得很丑闹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实际上 教会对于这一部分 应该要消除才是对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要在现场 救过人 要给答案 正因如此 所以眼睛看不见的这个体系 我们到底多少程度的去铺垫 这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一定要注意去听 这个有可能会变成 让教会面临很多问题的部分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像北朝鲜的话 他们是国家主导这个经济 所以没有办法成长 应该让经济自由发展 才能够成就这个经济的发展 但是呢 他们眼睛看不见的 去随自己这样的发展 这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国家主导经济的话 所以就没有办法成长 那么什么时候 经济能够成长呢 在自由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经济就会能够成长 我们再举个例子 就是在韩国的话 男人都会去军队嘛 去军队的话 有预备军 去预备军的时候 三四天的时间 要去熟悉这个部分 然后要受这样的训练 让我无法理解的就是 是预备军的训练 但是还有那个民防军训练 民防军训练是什么呢 就是突然间 有天会接到一个消息 让你去某个学校 早上去那个学校 没有原因 你就得去那个学校 去看一下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聚会 就想着都无法理解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 让别人去的话 也可以 那也没有关系 但这就叫做民防军的训练 那预备军的训练 和民防军的这个训练 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民防军是什么呢 就是去那个地方 迁道也是必须得去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种组织 如果不这样的话 将来发生战争的话 步骤该怎么做 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了 这就是预备军的训练 还有民防军的训练 虽然看起来什么都不是 但是这是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就是看不见 必须要这么样做的原因 就是这一点 我们说要去现场传道 对吧 你们认为最阻拦传道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去那个 宋恋东 还有月星洞 有的时候我们去现场 去传福音 去做camp 是吧 但是真的 常常有阻拦福音的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地区的这种 福利中心 我们就是要去传道 所以要去这个地方去问 我们在这个地区 要去传福音 要怎么怎么样 允许他们的许可 但是发现这些福利中心 都是被天主教所掌控了 这是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所以呢 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在教会内外 多少程度的铺垫了 决定着我们能够看到 神在现场做工的祝福 成佛 为什么要树立这么多的 宣誓在现场呢 是因为让他们在现场成为 看不见的体系 成为应允必定成就的祝福 为什么树立种植者 树立长老呢 其实行政的话 就几个长老就可以做 但是为什么呢 树立这么多的长老 然后又树立这么多的 宣誓跟种植者呢 某一方面来说 不是为了教会内部 而是为了眼睛看不见的 教会外部去打造这样的体系 在教会外部当中 我们的确实如果真的明白 使命的话 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体系 通过你一个人 会救我很多的人 为了蒙受这个祝福 所以树立很多的种植 难道不是吗 所以各位一定要祷告 通过我这一个人 在教会外部 树立很多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能够成为偷的踏板 救我很多的人 能够成就更多的圣徒 愿我蒙受这样的祝福吧 各位去做祷告吧 愿你们成为看不见的体系 正因如此呢 如同盐 人 光 不显山漏水 静悄悄的 能够去现身的那一人 眼睛看不见 不显山漏水 静悄悄的 无论是否存在于否的这种程度 但是却做着有影响的现身 需要这样的一个人 盐 只有化掉了才会有味道 对吧 只有化掉了才能够让整个菜肴 完全变成美味 光不是说发生了 大声喊才能够让一切变得亮 对吧 但是它是自然而然 发出光的时候 黑暗就会退去 是什么意思呢 真的是不留名不留性 在自己的现场 在自己负责的这个事工当中 在自己教会的这个部门里面 如同光 如同盐 不显山漏水 救活人的 那一个人 需要这一个人的现身 愿各位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人 救活教会 真的救活我们的教会 救活现场 在阻拦 灾样的现场当中 因为你们去到了每一个现场 本是灾样的现场 但是却能够领导神的国 变成祝福的现场 在这样的事情上去现身 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现身 当然为教会服侍也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的教会也做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 当然也梳理你们是为 做这样的事情是对的 你们就是做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对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切 真正要现身的就是什么呢 虽然不留名不留性 虽然别人不认可 但是呢 在我父子的这个现场当中 为了神的国静静地去现身 在那个位置上的那一个人 神愿那一个人 有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 眼睛看不见的体系之前呢 我们到底在教会和现场 多少程度地去铺垫了 在因着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看到 现场当中神是否有祝福的做工 愿哈那教会所有的劝师 还有明天的专门部门的聚会 今年的第一次聚会 这里面有医治啊 还有福利啊 有各样的各个部门 在这个专门局里面去做事工 真的能够形成体系的程度 我们希望能够这样一点点被引导 所以在这个专门部门当中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怀抱在心 为什么我们要准备这样的组织呢 不是为了组织的组织 所以真的这个专门部门 是要怎么样为了传道去被使用呢 是为了现场怎么样去做传道运动 为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具备了 打造了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所以具备这种去专门人员的这个聚会 将来教会的医生 还有各个产业人士 将来会有这样的部分 就是更加详细的 医生是医生 教师是教师 或者说公务员是公务员 警察是警察 按照各自的类别去聚会 为什么要这样聚会呢 要让他们去打造 眼睛看不见的传道体系 去寻找很多隐藏的后代 阻拦 在一样处理后代 我们要打造这样的体系 这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体系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对于保罗而言 在传道宣教的现场当中 能够为他一起做罗马福音画的人士们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对于保罗而言 今天本文话语当中 分两个种类的人 我们看一下七节说 我一切的事 都告诉你们 然后八节的话语说 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我的事都告诉你们 还有告诉你们我们的光景 这些人在现场成为看不见的体系 所以呢 保罗享受了 做罗马福音画的金人祝福 他所去的每个现场 都兴起了这样的门徒 所以享受了祝福 救火罗马的祝福 这里面说将我一切的事 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呢 把主的仆人 心情完全明白 且能够做传达的人 非常清楚保罗心情是什么样的人 并且能够去传达的人 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现在到底多少程度 明白这样的人 通过主的仆人 在讲台上讲的这个话语 多少程度的在现场在传达呢 多少人在这样的现场呢 这个是传道 是否能够兴起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 第二个说什么呢 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忠心的指示 这里面说他是亲爱的兄弟 他是忠心的指示 亲爱的兄弟 亲爱的兄弟是什么意思呢 一句话说来 就是说跟我们的想法 思想完全能够相通的人 不是说我爱你 我爱你就能够爱你 真的爱什么样 是信息一脉相承 想法完全能够贯穿的人 才能够互相爱 这说是什么呢 有忠心的指示 那相反的 有不忠心的指示 忠心的指示 换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不忠心的指示 并不是不忠心的 而是忠心的是吧 那这里面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亲爱的人 就是我们的思想完全能够沟通的话 这些人并不会非常的喧闹 然后呢 忠心的指示 他是完全顺心的 忠心的人 这说一话 就是直接跟你们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给我们的这个经济 我们没有办法去诚实地做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不忠心的指示 不可能成为忠心的人 闯下经济祸的人 他不可能是忠心的人 第八节的话语说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知道我们的光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知道万内斯祝福的人 凶恶的撒旦 第一目标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怎么样 让圣徒的关系破裂 这是撒旦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脚步离间 即使是再对的话 如果说让教会变成分离的话 哪怕是你说的再正确 如果通过这个 让教会变成分离的话 那么就是被撒旦欺骗了 所以说的对的话并不是一切 说的好的话也不是一切 能够打破万内斯 就是撒旦的作为 无论怎么样 各位一定要知道 就是撒旦非常巧妙的 在挑不离间 让人感觉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在挑不离间 大部分都是这样 说的都是很对的呀 真的是句句冒经句啊 让人觉得哇特别棒 但是却让教会跟教会 圣徒跟圣徒之间挑不离间 这是撒旦的作为 所以说知道我们的光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 所以直到主来临 那一日为之 愿我们哈拉教会 能够成为打破撒旦 兼顾银雷的 我们不是做了什么 而是成为共同体的话 撒旦就倒塌了 撒旦就是让我们常常 没有办法成为共同体 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们教会要去做日本宣教的时候 然后日本宣教师给我一些打告题 让我们做代表 这里面说了什么呢 就是在日本 就是我们在全世界做宣教的国家 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 我们教会首先为日本做宣教做了服事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做了施工 但是却还是没有兴起福音化 当然了 日本我们也知道 有八百万的鬼神 他们的这个思想也非常的强悍 重要是什么呢 宣教师没有办法成为一体 在这个地方 这是宣教师 给我祷告题目当中 写的一个部分 宣教师没有办法成为共同体 所以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原色的马可楼服役运动 拿到日本 但是日本却没有兴起服役运动 教会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教会没有办法成为共同体的话 结果就是被撒旦欺骗 这里面说 知道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意思呢 享受了共同体的祝福 然后说什么呢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八节后面的话语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为了让他去安慰你们 不是让他去让你们忧虑 而是说去给你们安慰 教会有这样那样千差万别的人聚在一起 但是呢 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去安慰每一个人 去让他们成为力量 去做中宝祷告 让他蒙到力量 我们要成为这样的教会 多少程度我们教会和现场有多少程度的铺垫 这就成为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真因这样的体系 在现场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做工的祝福 会打开这样珍贵的门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祷告 知道主仆人的心 真的成为亲爱的人 成为忠心的指示 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愿我们能够在成为完乐祀 共同体的祝福当中 跟每一个见面的人 没有力量的给他力量 有的人甚至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 虽然你们今天来到了这里 我劝插会头也讲过这样的内容 跟你们见面的区域的每一个家人 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祷告的力量 也没有祷告的背景啊 所以呢你们每一个人成为他们祷告的背景 这就是他们的力量啊 中午祷告会 现在我们也为教会里面的疾病患者去祷告 而且为参加军队的这些 我们也去做中包祷告 以至于教会里面这些软弱的圣徒 我们也在做着祷告 他们没有自我祷告的力量 也没有祷告的背景 没有谁能够为他们去祷告啊 在传道的现场当中 我看到过有的人非常就是 轻易地接受了这个福音 发现是什么呢 有人为这个人在祷告 这个人有祷告的背景啊 现在好像说的是以前的事情 但是不是的 有信仰生活的各位 你们一定知道对吧 我们成为最初的家里面那一代的 第一个信仰的人很累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家庭里面没有为我们做祷告的背景啊 但是呢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这样信仰生活的家庭的时候 就说不清道不明的 非常的顺利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背后已经有了祷告的背景 这是非常无与言比的部分 正因如此 所以我们要通过眼睛看不见的体系 在现场看到神的做工 就是知道我一切的事情 并且知道我们的光景 我们教会要有这样的团队 这样的人 本论第一点 教会要兴起 教会内部要兴起很多这样的人 这一句话说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里面叫推积谷 这里面这个人的名叫推积谷 推积谷要将我一切的事告诉你们 他是我亲爱的兄弟 他是忠心的 只是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推积谷做了两个事情 一个是让你们知道我的光景 还是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教会有这样的人的时候 就会兴起 陆行 现场也会被救活 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些人 他们是悄无声息的救活教会 这样的人到底多少程度的树立 这些人他们是不会险山漏水的 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知道福音的绝对性价值 罗马书十六章当中 这些人物记录下来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留下自己的名字 只是保罗把这些名字写下来了 所以有了名字的记录 他们是不留名不留信也没有关系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发现了有比自己名字更珍贵的价值 是在福音里面 所以各位希望大家在真的教会当中成为救活的人 能够树立这种不留名不留信的人 树立的时候教会也会被救活的 第二个 这里面说 能够去做 传达正确消息的人 传达正确话语的人 我们要树立这样的人 第三点 在现场 能够看到神 珍贵作用的祝福是什么呢 有很多困难的人会来教会 我们要让这些人能够正确的理解福音 有困难的人他们会来教会 这些人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帮助他们也很重要 但是在这之前有重要的 就是让他们能够理解福音 当这些艰难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 到底是谁跟着他有见面 这个决定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本来非常的渴慕 然后呢很艰难来到教会了 但是到底谁跟他见面呢 这个人就会受影响 所以呢 我们当然要帮助他的这个艰难 这个不是事实 重要的是什么呢 首先要帮助这个人理解福音 要帮助他正确理解福音 而且教会里面有各样的聚会 通过这样的聚会 就是教会里面已经接下来的聚会 我们要知道 很多的时候聚会里面都讲着没有用的话 大部分都讲着没有用的话 自己讲没有用的话 和大家聚在一起讲没有用的话 是不一样的 祷告也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聚着聚着 就会讲一些没有用的话 而且不仅讲这些没有用的话 而且讲让人受试探的话 因为让人受试探的话太多 所以怎么样呢 听到这些让人没有用的话 听到试探的话的时候 对信仰生活就会没有帮助 所以对于这些没有用的话 我们要拿福音做正确的整理 不让他受试探 帮助他能够去做正确的信仰生活 需要那一人 愿我们的劝势成为那一人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各位啊 如果说不是因为福音教会 能够成为共同体的话 教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比教会更加让人觉得吵闹 拿着各样的想法 各自的生活方式聚在一起的 就是教会 如果说不因为福音 能够成为共同体的话 没有一个地方会像教会一样喧嚣的 正因如此 所以呢 无用的话 你们们去的一个现场 讲的这个没有用的话 你们要叫醒他们 当助他们不受试探 给他们正确的话语 帮助他们做信仰生活 愿各位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你们聚会的现场当中 成为这样的人 被树立用主的名祝愿里面 所以呢 进入教会重要的位置 去除去 没有用的话 然后呢 帮助人们正确理解福音免兽试探 帮助他们做正确的信仰生活 成为这样的门徒 本来有困难了 是吧 为了想要解决问题 得平安来到教会呀 但是呢 世上的东西能够让他得平安 能够解决问题吗 不能是吧 如果说世上能够让他得平安 解决问题 那么传世上就好了 但是呢 世上的这些部分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也没有办法得平安 世上的东西再好 也不可能解决 正因如此呢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传达福音 让他成为门徒 然后真要去帮助他 这是最重要的 能够去帮助他的这样的人 是最重要的 在教会里面 只要有这一人就行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这一人就是你们 第二点 现场能够看到 神做工的这个祝福 是要把这个部分送给 劝师 还有案例指示长老们 我们教会是为了这个时代 而树立的教会 你们要成为让现场 跟教会关联的人 让现场跟教会 形成关联的人 不仅是教会 是要成为 让教会跟现场 成为 凝聚点的人 某一个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什么呢 从马可楼到地教会 这些部分是 在现场看不见的体系 为了救活灵魂的 看不见的体系 是为了树立门徒的 看不见的体系 这叫现场体系 我们不是只强调这个现场 而什么呢 一定要跟教会 是关联在一起的 教会与现场 要关联在一起 教会真正能够成长的 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 我跟教会的 确实还有案例指示 然后跟教会的 这个职份 各位也讲过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一定要为 讲台做祷告 讲台就是教会 然后呢 要为我们的现场 做祷告 一定要有现场的体系 从马可楼 到小组施工 到神明之家 到专门教会 到地教会 这五个体系 能够让这一切 能够关联在一起的 就是什么呢 种植者体系 非常清楚教会 又清楚现场的 种植者 这些人能够成为 共同体的时候 当他们成为 共同体的时候 就会兴起后代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真的要在教会里面 为教会祷告 讲台唯独之传达福音 只有这样的时候 黑暗才在福音面前 会屈膝 政府在现场 做着属灵的征战 为着 胜过黑暗所的征战 在这个黑暗的征战 现场 如果讲台不宣告福音的话 黑暗是不可能挡他的 而且各位一定要 实际明白现场 我们要恢复 已经丢失了现场 我们教会现在 有周三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确实也说了嘛 我们的众志也在说这样的话 我们是马可罗团体 但是丢失了马可罗话语的现场 所以今年现场 我们要开启 就是马可罗传道学校 在教会里面 要进行这样的训练 也有很多圣徒在参加 我们要打开现场 而且众志是什么呢 指导教会 指导现场 树立这样的人 为众志者 不是说 树立很多众志者 才是什么重要的 不重要的 当他们能够成为一体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蒙到 重要的应用就是后代成为门徒 被立起来 到底有多少人 能够让教会跟现场 关联在一起 这个决定着 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 神做公的祝福 所以我们拿了这个部分 真的要去想 我作为哈纳教会的一个众志者 我是否能够拿现场 和教会成为关联的人呢 我们的教会的 后代就会看到 原来我应该这样去服侍教会 原来现场是这样的 兴起做公 孩子们要看到这一点才行 因为我们孩子不知道这一点 不知道现场成长了 所以怎么样 这是不幸中的不幸 第一代的各位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们强调 然后你们就是拼命的 要去做马可罗 也跟着训练 但是现在为什么 去丢失了这些部分呢 要知道我们的孩子 他们不知道 马可罗是什么 也不知道现场 就是说丢掉了这一切 这是不幸 所以各位一定要恢复这一点 让我们的圣徒 在现场看到 让我们的后代看到 圣律是如何在做公 如何引导的 圣上最重要的就是圣律引导 在现场蒙受圣律引导 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看到 一旦孩子们看到 这是神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一看的话 就会明白的 第三点 眼睛看不见的组织 是罗马书 十六章里面的人物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 这里面 只是保罗把这些名字 记录下来了而已 实际上呢 更多的人是没有留下姓名 真的是不留名 不留信的 为了福音决断 现身 甚至于殉道 所以成就了 罗马福音化 他们是不留名 不留信 这些隐藏的人 在这里面做事工 所以兴起罗马福音化 在罗马书十六章里面 记录了大概 二十六到三十多个人 是保罗写信 把这些名字记录下来 才有这些名字记录 其实他们真的是 不留信 不留名的人 如果说不写信 记录的话 他们只是不留名 不留信 离开世界的人 但是对于他们而言 他们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知道了 福音的绝对价值是什么 因为他们是在这里面 隐藏的人 话语的结论 今天我们的劝师 真的拜托各位 神心愿 把你们在现场树立成为 看到神在现场 做功祝福的人 所以呼召你们树立 你们正义如此 你们为了能够享受 这些恩典 这些祝福 你们要吃点 这两个部分 第一点 就是你们要成为 实现 就是我们在现场 要去实现 实现话语的团队 就是你们 劝师要各位 在现场成为这样的团队 成为小组 然后让各位 劝师在论坛的时候 一样的蒙到恩典 很多的人 虽然是一起蒙受话语 但是圣灵 赐给的感动是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现场 都不一样 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人 是这样的蒙到了祝福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有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们听完话语 不要就听完就完事了 不要说话语 只记在笔记本当中 而是真的听到话语 吃定话语的时候 愿确实成为话语 实现 对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然后我们周五的 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会聚在一起 对吧 然后之前也会有个聚会 所以我们一起 要拿着这个话语 去做分享 做论坛 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话语实现 第二个是什么呢 祷告成就 如果说 你们持定话语 在现场当中 持定话语 祷告 想说祷告的成就的话 那么对于主的仆人而言 这是力量 你们持定话语 在现场 蒙到属灵征战当中 有祷告的应允的话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对于主的仆人而言 是最大的喜乐 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乐 真的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乐 所以呢 愿各位成为话语的实现 以及祷告成就的人 某一方面来说 有的人出入教会已经很久了 某一部分来说 有他自己刻印的 如果说是刻印到福音 该多么庆幸 但是有太多 不是福音的部分刻印了 所以实际上 他们就没有办法 能够去听福音 就是没有办法去听福音 因为长久刻印的这些东西 就是错误的 就是错误的 我不敢跟大家这么讲 说是错误的 但是真的 很多的人 虽然出入教会 但是拿着错误 拿着非本质性的刻印了 不是本质 因为拿着非本质的这个刻印 虽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听得进福音 虽然参加礼拜 但是却没有办法 把话语怀抱在心 有很多这样的圣徒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别的原因 而是长久的时间 信仰生活 但是全部都是 非本质的东西刻印了 所以呢 愿本周这一周 主日的讲台话语 我们的讲台提名叫做什么呢 丢失本质 就会丢失一切 我们又再次持续 这样的话语 进入福音的本质当中 用主的民主愿 给我想说这样的祝福